欢迎回到庶民大头家赖清德 他已经飞离美国抵达了巴拉圭 彭博电视 昨天播出了赖清德专访 赖清德就被问到了 他说台湾人民是否追求正式独立呢 赖清德的态度是什么呢 结果赖清德回答说 台湾是名为中华民国的主权国家 不存在追求正式独立的框架 那么赖清德也被问到 过去挑衅言论引发过华府的关切 那你做了什么改变吗 结果赖清德他只说 他和美国之间有着负责任的沟通管道 能够有效的了解跟解决问题 美国国务院说赖清德的过境 是符合美国的一中政策 美国无意识现状脱轨 问题是过去赖清德不是说主张台独 不管担任任何职务都不改变吗 怎么现在明明他已经有机会 可以在外国的媒体上来 表明自己的政治理想 结果他反而是绝口不提 他该怎么面对 一路挺他的独派势力呢 李伟 如果按照赖清德这样的讲法的话 也可以啦 那我觉得赖清德可以更展现 他高度的诚意 就直接 因为他现在是党主席嘛 我觉得其实就应该在民进党里头 修改民进党的党章 党纲 直接把台独党纲给下架了 因为他今天接受访问 所说的内容 已经完全架空台独党纲 已经实质的把台独党纲给作废了 那赖清德呢 接受国际媒体访问 为什么选在过境美国的时候呢 当然就是在对美国交心表态 而美国对他长期的台独立场 是高度质疑的 赖清德也非常知道 从他这一次赖清德要过境美国 他本来是怀着非常高的期待的耶 他还想要踏进华府耶 想要突破几十年的禁忌 台湾的总统副总统 这些重要的国家领导人 是不可能踏进华府的 因为这违背了美国的一中政策 所以呢 赖清德很想要打破这个禁忌 甚至于还想要走入白宫呢 那没有想到赖清德这么的无知 这么的天真 被美国狠狠地打了一巴掌 就是说如果你还想继续选总统的话 你最好乖一点听话 那么这一次的过境 不但规格非常的低 而且要求赖清德非常的低调 赖清德真的首次见识到了 美国强权不是干假的 好 所以赖清德在接受 国际媒体访问的时候 这是非常明显事先say好的 换句话说 赖清德就透过这一次 再一次清楚地说明他的立场 来取得美国的信任 赖清德怎么说的 赖清德说不用台独了 这个问题已经不存在了 因为台湾就是一个叫做中华民国的主权国家 所以不需要改名 也不需要修宪 根本不存在哦 不存在哦 所以以前都是见鬼了 是不是 所以以前赖清德 你的从政生涯是一场误会吗 还是一场恶梦呢 他说根本不存在追求独立的这样的一个框架 所以我说当他讲了这句话的时候 台独党纲就应该要下架 才能够名服其实 因为台独党纲就是要追求制宪建国 要制定新宪法 才有一个合法的独立的台湾作为一个国家嘛 这是台独党纲最重要的一个精神 既然已经不存在追求独立这件事了 身为民进党党主席 我倒是真的很诚恳的建议赖清德 展现你的实质 不是说一套做一套直接下架台独党纲 才能够某个程度会大幅度的化解老百姓 害怕战争的这样的恐惧 好另外他说他身为蔡总统的国安团队议员 又把蔡英文给搬出来 好时时刻刻遵蔡 而且呢告诉美国人说 我跟蔡英文的路线是一样的 我不会超越蔡英文 所以他说呢 我另外呢跟美国有清晰的沟通管道 了解问题并且为合作解决 好这句话啪啦啪啦啪啦讲了半天就是说 美国不用担心 我一定会听话 我跟你的沟通管道很清楚 你给我的指令我也收到了 我绝对会听命行事 就是这样子 换句话说 这就是赖清德这一次过进美国最重要的任务 好可是呢 是不是真的 就能够坐实了台美关系实质上最好呢 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并不是一个对等的关系 你一切都要听美国人的 而美国很清楚的就是标局的一中政策 是不能够踩我这个红线的 所以赖清德这一番话讲了半天 好像是遵从中华民国的样子 可是实质上却是一个两国论的灵魂 因为他不断的强调台湾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所以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国家 但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 这也是蔡英文的四个坚持里头所讲的 所以赖清德才会说 我没有超过蔡英文的四个坚持 我也是说了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所以他们回避了最核心的问题 就是中华民国宪法是一个一中宪法 中华民国宪法是一个中国的宪法 中华民国是代表一个中国的宪政国家 所以你回避了这个一个中国 也等于回避了美国的一中政策 好 但是起码他已经清楚坚决的说 不存在台独的问题了 好 那么可是我们看到现在大陆商务部 说8月15号开始要对台湾进口的聚碳酸酯 来苛征反倾销税 换句话说现在中国大陆开始要怎么样 公事公办 不再对台湾让利 也不再因为你是台湾 给你特殊的友善优惠 因为真心早就换来民进党的绝情了 在面对国际的贸易游戏规则 不再对台湾独厚台湾 好 那么这么一来 台湾就会面对很多贸易上的压力 事实上之前我们看到农产品啊 鱼产品啊 已经不断地面对来自于中国大陆 或者是说像之前传出食品要标示成分 这些都是他们对透过WTO 要求全世界进到中国的产品 必须一视同仁 好 那我们看到在四月份 蔡英文会务卖卡席的时候 大陆也就宣布了对台2455项商品 要展开贸易壁垒的调查 那么去年刚刚讲到 中国大陆这次提到的台湾聚碳酸酯 出口到大陆 是第一大市场 占比大概是78.5%啊 而且是属于ECFA早收清单的项目 所以很清楚的 中国大陆是我们的第一市场 占比是高达将近八成啊 那么大陆也不愿意在单方的让利了 那么这么此举一出 是不是代表的一个政策的方向 那未来当然会严重的冲击台湾到中国大陆的各项的商品 那么这个必须要严正以待 我们的政府也必须拿出一个政策跟对策 不能够再像过去农鱼产品 每次就是怎么样 不断的这个上纲 不断的上纲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对立 然后呢 农委会就是大撒币 哪来这么多币撒啊 那现在是聚碳酸酯了 难道也要拿币出来撒吗 不可能的 所以啦 如果没有办法让两岸关系回到和平稳定善意的正轨上面来 恐怕台湾未来会面临非常严酷的寒冬 好 那么这次呢又传出来 就是F-16投掷2000磅炸弹险炸窃戒户的海巡艇啊 引起很大的风波 那么我们看到不具名的海巡官兵出来讲啊 就说巡防艇这次被飞弹锁定耶 你不会吓到吓死吗 就在我艇旁边爆炸 他完全没有心理准备 那么这么大的一个飞 这么大的一个炸弹就在他的舰艇旁边爆炸 你有看过飞弹在你身边爆炸吗 大家不要讲风凉话 那真的会吓死人 距离这么的近 搞得我要就医看精神科 现在耳边还不时传来炸弹的声响 这其实是非常正常的身心理反应 到底是幻听还是我已经有病了呢 等等下班啊 我还要再去看精神科 现在非常的害怕 只要上班就会发抖 每天跟我家人说 可能等等就会被飞弹炸死 其实这个时候大家也不要去讲风凉话 说这种兵怎么打仗啊 这样怎么能够上战场啊 其实这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台湾没有经历过战争 或者是说我们说几十年没有经历过战争 战争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一般正常人都没有办法惊起这种惊吓的 好 那么空军司令部出来道歉了 他们说造成震波影响海巡船舰 本军深表歉意 栗正杰少将说 一颗手榴弹是0.2公斤 什么叫做2000磅炸弹的意思是900多公斤 所以你看是多少倍啊 好 他说你们还记得吗 蔡英文总统第一次看实战射击的时候 一颗只有50公斤的炮弹 而且是在一公里一公里外爆炸 他整个人都弹了起来 这次是900公斤的炸弹就在他的舰艇旁边 这位弟兄一定受到很大的惊吓 我就说这是非常正常的身心理反应 大家不要看笑话 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如果真的发生了战争 多少人要看精神病啊 如果多少人还活着可以去看精神病啊 所以真的不要好像在那边装着神勇啊 并不是像苏贞昌所说的这么简单 拿着扫把去打仗啊 拿着扫把不叫打仗 打仗是这样子的一个 当你身利其境的时候 家破人亡 家园全毁 身心受伤 到时候没有人可以负得起这种责任的 赖金德过境美国同时 大陆的商务部公布要对台湾销往大陆的巨碳酸指 来课征反清销税 曾见人就抨击大陆的做法 无助于两岸的贸易正常往来 还说会协助业者来扩展外销市场 先不说我们外销的巨碳酸指 78%都是销往大陆 大陆就是第一大市场 去年出口到大陆的巨碳酸指是高达8.3亿美金啊 所以蔡政府来得及扩展到其他的外销市场吗 而巨碳酸指是属于ECFA早收清单的项目 大陆这个时候开始要课征反清销税 难道大陆是已经决定不在单方面的让利了吗 好 过去民进党说ECFA是糖衣毒药 之前绿营还说陆克来台就像是成瘾一样 显然民进党过去都觉得说像是ECFA陆克 这是不正常的贸易往来啊 那现在刚好回归正常不是很好吗 怎么参见府又要跳脚抨击大陆的做法 无助于正常往来呢 大前委员 对 因为现在显然看起来 北京政府不会再打算做片面让利的动作了 那么是孰令置之呢 当然就是因为民进党跟美国勾结 对北京政府来讲 我片面让利给你 我让你从我这里赚了这么多的资金 可是你却跑去拥抱了美国 然后呢 当美国的马前卒 当美国的这个奴才 当美国的小弟 然后最后准备拿着这个匕首捅向我 这对北京来说情何以堪的事情 就原本的片面让利是因为 两岸同文同种同血缘 既然是这样 在同一个民族的框架下 大家本来就应该要和睦相处 希望能够有更好的互动跟往来 但是现在变成了是民进党又要从中国大陆赚钱 然后赚了钱之后又要投到美国老大哥的怀抱 去对付中国大陆 任何一个人是北京政府 大概都没有办法容忍这样的行为发生 那么当然接下来我们就可以预期得到 中国大陆过去这些年来 对台湾所有的这些采购的这个项目 或者是这些早收的清单 甚至这些让利的这些产业 恐怕通通都会面临一个检讨的命运 因为对北京政府来讲 我让了台湾这么多年 可是显然台湾的社会 在民进党这个长期灌输仇贡的情况之下 并没有对中国大陆投影太多的善意 那既然是如此 我有任何的必要在白白的 这个用输血的方式去便宜了台湾的经济 去肥了台湾受了自己 那既然是这样 大家就回到WTO的架构下 按照WTO的架构 让中国大陆赚到应该赚的钱 而不是把这些钱平白无故的 送给了台独的民进党政府 所以这是对台湾的经济来说 将来会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冲击 那么虽然今天台湾的各个产业界 都抱着那种乐观的想法 说也许这次不会轮到他们 但是现在显然看起来 当中国大陆全面的开始 要一项一项的检讨的时候 其实几乎所有台湾 当时在早收清单的这些产业 恐怕都会面临到很大的威胁 那么现在关键问题来了 陈建仁说要帮大家去拓展海外市场 那到底是哪里呢 就每一次遇到事情的时候 政府就出来告诉我们说 要拓展海外市场 这个水果卖不出去 也要拓展海外市场 那到底卖到哪里去了吗 要告诉我们一下 你要拓展到哪里去 那你更不要讲这个锯碳酸子 它本来就是销往中国大陆的 那好 既然你要当美国的小弟 既然你要当美国的奴才 那就让美国买不就好了吗 对 美国好歹出点钱给我们 我们也甘愿当小弟当奴才 我刚才讲了赖金林去当新潮流的 这个派系的议员 他还可以被官派董事长 我们现在当了民进党小弟 跟奴才当了这么久 我们得到了什么好处 好歹给我们一点好处 给我们一点薪水 零头分一点给我们 可是你什么都没给我们 你看到美国跟台湾 现在在谈的什么台美贸易框架 就只是一个框架而已 就谈了这么久 都只有一个框架 没有任何的实质的获利 没有任何的关税降低 没有任何的市场准入 什么都没有 那民进党究竟跟美国 抱在一起 抱团的时候 给台湾换到了什么好处 现在显然看起来 什么都没有 我们在美国老大哥那里 得到的就是只有牺牲奉献 可是我们却失去了 原本在中国大陆这边 可以应该得到的善意和回馈 那这对台湾来说 这是一件很得不偿失的事情 更不要提到说 未来还要帮美国老大哥上战场 然后去看炸弹要在旁边爆炸 这种事情发生 那这对接下来 我认为台湾人民就要认真地思考了 下一次的总统大选 2024的总统大选 就是战争跟和平的选择 就是繁荣跟衰退的选择了 这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的 如果今天大家要跟着民进党走到底 现在显然会面对到的 就是战争跟衰退了 不过发生了很夸张的事情 空军F16V在九宫基地外海 投持了2000磅的炸弹 但在训练的同时 他们的炸弹竟然丢歪了 结果差一点击中了警戒的海巡艇 事后空军当然赶紧致歉 可是海巡官兵就发文痛批了 你看过炸弹在身边 爆炸是什么样子吗 现在他不但要看身心 可是上班时候还要担心 会不会被炸弹给炸死 那么退降 栗正杰就指出了 其实蔡英文总统 第一次去视察实战射击时 一公里之外爆炸的一个 50公斤的炮弹 就把他下刀给跳起来了 那请问2000磅炸弹 是什么概念 是900公斤 是一颗索油弹 也只有0.2公斤 那么栗正杰就感叹说 这个海巡弟兄 一定会受到很大的惊吓 问题是万一到时候 两岸真的起了冲突 那这样的炸弹 真的是有可能会掉在 我们的身边的 所以我们要问一下 乙姓委员了 这个栗将军就问了 万一发生战争 全台湾到时候 有多少人得去看身心科 我想这一次 这一个事件的发生 实在是匪夷所思 那我必须要先强调 炸射的训练 其实是相当危险的 炸射其实在去年1月的时候 我们就有一台F-16 它是因为炸射的一个训练 结果不胜坠机 它炸射其实 是必须要从高空下来炸射 那个时候它飞行员 要做一个非常危险的动作 就是肌腹要朝天 要overbank翻下来 它才能够冲下去 冲下去之后 要准备炸射 你们可能都看过电影 它准备炸射之后 它必须要拉起来 拉起来之后 在一个直线上面去炸射 所以这一个动作 对F-16来说 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动作 那去年的一个坠机 也使得他们 做了一段时间的调整 而今天在做这个炸射的动作 其实就是在进行 这样的动作 你其实在海面上看 你会非常壮观 为什么 你就看到F-16 非常漂亮的方向倒飞下来 然后之后 转正 然后之后要往这个地方 冲过来炸射 结果如果你是在那个 海艇艇上面的 你就看到飞机 只是向你冲过来 你会有什么感觉 那现在呢 这件事情 最大问题不是 刚才 远宜所讲的 说这个 丢歪 它其实没有丢歪 它其实就在同一个轴线上 你去看国防部 它的解释 它说问题是在同一个轴线 换言之 它要炸的这个地点 不是在你这条海艇船的前面 就是在你的后面 可是当你在艇上 你看到飞机 直直往你冲过来的时候 你怎么知道 它什么时候丢这个炸弹 然后是在你前面落海 还是在你后面落海 而你就在它落海的 这条轴线上面 换言之 这是违反这个军纪的 这是违反这个 相关的这个规定的 无论如何你的海巡艇 在旁边戒户 怎么会是在你要 炸射的这条的轴线上面 这个本身就不对了 换言之 在这个事件上面 其实 绝对海巡 跟这个空军 空军在做这样的一个 上面绝对是有所为师 那所以这海巡艇 它可以说是在一个 死里逃生的状态 所以它在这个状况下 你先不要说 在这个海巡艇 它还受到了振波的影响 换言之 它爆炸的位置 其实就在它的 这个不管是前面或后面 我看不出来 它新闻稿上面写 但是就是在你前面 或在你后面 而这个 可以说是 两千磅的炸药 它的震波 可以直接震到你这个海巡艇 换言之 海巡艇可能也不是 非常大的顿数 一定是相当的 小的一个顿数 所以这个时候 你真的觉得 你一个感觉 就是死里逃生 而这样一个 死里逃生的做法 不应该在演讯当中发生 不应该在演讯当中发生 所以这中间有军技的问题 有SOP的问题 然后也就是训练必须要加强 现在虽然共机不断的扰台 他们在战备上面 花了很多的时间 可是我们必须要在训练上面 还是能要加强 避免这种状况再度发生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